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今天的行情一样相当的震荡 那么昨天晚上的美股啊 没有什么样太多的消息 一方面没有太大的经济数据要公布 另一方面最重磅的财报也还没有公布 所以其实市场上面 我们看到了昨天美股的成交量 有稍微萎缩一点哦 代表市场的交易意愿 比较没有这么热络 那基本上昨天晚上的美股 就是在平盘附近上下震荡啦 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台股 一样非常的精彩嘛 早上的时候先开 先往下走跌 后来拉上来感觉又要没事了 到了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点 好像又开始往下走了 那么我们看到了 虽然说指数在最近的表现 真的就是震荡嘛 你说从4月以来到现在 加全指数这个收盘价上下的幅度 也不到200点哦 我们已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它的收盘价的上下点这个区间 没有超过200点 所以其实整个上市的加全指数 我们单纯就形态来看的话 就像是一个一滩死水 我们等一下用K线图来看的话 大家会发现这个行情 跟2022年很不一样 所以呢会有一部分的投资朋友 会不太习惯 因为2022年的行情 真的是太干脆了 要上就上 要下就下 不像今年 你看从2月我们这样子农历年回来以后 一路盘一路盘一路盘 虽然整体的这个趋势是缓步电高啦 可是呢你说这个电高也没有电高到哪里啊 回来以后是15500点 那我们有看到16000点了吗 也还没 所以其实这个霞幅的震荡 真的是蛮魔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做交易 就必须要更有耐心 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一些 关于我们最近的股票的看法 以及我们对于行情的观察 然后呢在最近 因为很多的股票已经涨一段了嘛 但是重点是 还有什么能够去做留意 以及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挑出那些 比较容易被低估的股票 我们今天教一点心态上面的东西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一样邀请大家帮我们的节目点个赞 好吧 你的赞真的对我们是非常大的鼓励啦 那么如果投资朋友有任何想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嘛 分享一下 那如果在交易上面有想要咨询的话 也欢迎大家拨打影片下方的电话 团队伙伴都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服务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基本上整个节目都要来跟大家聊股票 因为没什么总金数据嘛 我们要硬讲总金数据 好像也没什么道理 当然要讲我们也是有东西能讲 可是我们认为现阶段毕竟在驱动行情的就不是总金嘛 至少这个礼拜不会是 每个月的月中 经济数据都不会有太重要的东西公布 你说CPI吗 以前大家也不太看CPI嘛 以前大家比较在意的是在月底会公布的PCE 那么月初还会公布飞农 所以基本上重磅数据就是在月底跟月初 月中这段时间对于看总金的会比较轻松一点 当然去年是特例嘛 去年总体基金数据非常的重要 可是至少在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驱动行情最重要的 看起来总金的因素相对的小一点了 因为市场在期待的是美股要公布财报 那如果没有重要的公司要公布财报 那美股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相对的台股也就比较不会有什么样大的波动 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股价中将要去反映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这个观点我们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都是秉持着这样子的原则 我们认为在未来你说股市再过个五年十年 这句话依然会适用 股价中将要去反映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那我们等一下会举什么例子 我们会举联发科的例子 那么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买到那些被错估的股票 也不一定说是要去买到被错估的股票 所谓的错估就是当它今天的价值 跟它现在的价格偏离了 偏离了这个叫错估嘛 就是说台积电它的价值可能是600块钱 那它现在的股价是500块 我们就会说它被低估了 那如果今天说联发科它的价值只有620块 而它的股价是700块钱 我们就会说它被高估了 所以呢在市场上面 我们真正要去赚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去赚的就是这样子被错估的股票 如果最理想的状态 我们当然要去放空那些被高估的股票 去做多那些被低估的股票 长期来看的话都能获得不错的报酬率 可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难道被低估的股票就一定会涨吗 被高估的股票就一定会跌吗 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不一定哦 被高估的股票可能可以持续的被高估 更高估被低估的股票也能够持续的被低估 甚至还能更低估 所以在市场里面就是这么的有趣 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掌握什么东西 第一个你要了解到什么叫做价值嘛 你要了解价值你就要透过产业研究 透过各股的研究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市场的情绪 到底市场的情绪现在是比较兴奋一点的 是比较贪婪一点的 还是比较恐慌一点的 那这些种种的因素互相搭配起来以后呢 就会看到我们第一个股价的价值嘛 高低估我们可以判断出来 第二个呢是到底这些被错估的股票 在未来有没有机会回归到均值 所以呢我们认为今天这个节目上面的话 会有比较多心态上面的分享 以及我们过去一些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的分享 可以来帮大家带来一点交易上面的灵感 先回顾昨天晚上的美股走法 昨天晚上的美股就说了 是在平盘附近上下震荡 没有什么好讲的啦 当然在最后的时候是往上收高 可是这个收高的幅度也不算是太多 大底上面来讲也是符合我们之前 在三月底讲的指数就是震荡 好不好不论是美股 国际股市还是台股 都是呈现一个震荡的格局 到现在来看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回归到台股来看的话呢 大家会发现我们黄色框框这个地方 这张K线图是从2021年的8月 开始一路化到现在的 那么在中间这段就是2022年嘛 大家不想要回顾 不想要回想的2022年 对很多人来讲很痛苦 当然是对我们来讲 2022年我们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那么大家会发现2022年的行情 有一个特性或者是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利落 什么叫干净 什么叫利落 你要上就上 要下就下 他没有在跟你拖泥带水的 那就会发现每一次这个顶啊 每次这个底啊 都是这样子一个V型 一个V型 当然我们如果在当下来去判断 它不会是一个V转 它其实在那个高点跟低点 都还是震荡了一段时间 可是你今天把这个K线图缩小来看的话 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 高低点都蛮明确的 但是到了2023年 我们为什么会在节目的一开始说 像一滩石水 你从1月好了 你1月你农历年 大概也放掉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嘛 回来以后这个指数就是在横盘整理 横盘震荡 你真的要讲的话 就是从15000点到16000点 在这个1000点的区间里面走而已哦 所以2023年的行情 大家在交易上面的话 好像就没有像是2022年一样 这么的有速度感 我放空股票就啪啪啪一路往下跌 我做多就蹦蹦蹦一路往上涨 在今年这种感觉会相对的比较少一点啦 但是在这样子我们看到了指数 横盘整理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一些个股轮动的表现空间 还是有 所以我们在现阶段的交易 我们既然没办法控制指数的走法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调整我们的策略 来去适应现在的行情 所以实际上面 大家如果在2023年 对于台股的交易脾感 跟去年很不一样的话 这件事情非常的正常 因为你从行情的走法来看的话 今年的走法就不是这么的干脆嘛 那我们再把它拉大来看 其实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 3月30号的时候 我们就在我们的LINE上面 有跟大家先分享过了 我们认为4月份的行情看法 其实每一个月的月底 因为我们的交易策略是逐月来去制定的 当然我们在这个月中的期间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灵活的调整 我们在策略上面还是保持着一点弹性的啦 不是说我们认为月初说怎么样 我们就要一路的做到月底 我们还是要保留应该要有的弹性空间 包含大家在自己在做交易上面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一定要保持弹性 可是我们在3月底的时候呢 跟大家分享对于4月份的行情看法 我们认为就是什么指数震荡嘛 个股轮动 我们在3月30号就这样子讲了 那么到今天呢 4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 指数有没有震荡 震荡嘛 我们说啦 你这个红色空荒上下高低点差不到200点 以收盘价来看啦 高低点差不到200点 200点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3月份或2月份的行情 一天会发生的 不管是涨200点还是跌200点 都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发生 可是在4月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动性 真的是几乎没有嘛 几乎没有嘛 以指数来看的话啦 所以我们当初在3月底的时候 既然已经对整个行情的结构 或是用指数震荡跟个股轮动来看的话 交易策略就跟着我们的观点走 跟着我们的观点去做制定 那这样子就好了嘛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送出这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我们也不盖了啦 因为上面的股票 其实很多都已经涨一段了 再盖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我们在这份资料上面的话 除了分享我们对于整个 全球的景气循环的阶段 还有未来的看法 包含台湾的经济展望 我们都写在这里 满满的商业资料 字很小啦 那有拿到这份资料 投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到 我们团队的用心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把 我们研究到的 不论是数据 以及对于未来的行情判断 都写在上面 三页啦 满满的资料啦 那当然有些投资朋友觉得 看那么多次好烦喔 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 有哪些股票值得留意 有啊 我们第三页不就放了这个吗 四次档股票 来我们来把这个绩效做一下回顾 四次档股票全部都在这里 那我们也全部都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用当时我们送出资料 当天的收盘价 跟现在的最新价来去做计算 这四次档股票的平均报酬率是7.4% 那么胜率高达83% 你设飞镖啦 你设五支 你会有四支是赚钱的啦 那平均的话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如果你这四十支 每支都给他买 例如说买个一万块 又买都买一万块 你的平均报酬是7.4% 那么最大的报酬呢 47.34% 谁 马桶概念股 1810的合成 这档股票会成为我们的number one 说实话我们团队也是蛮意外的啦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个 马桶概念股 可以在短短的四个交易日里面 亮出四根涨停板嘛 所以我们从上礼拜一收盘送资料到现在 刚好就是过了五个交易日 而这五个交易日呢 我们可以看到合成的涨幅来到了47.34% 那其他你说这个涨幅大于10%的多不多 也蛮多的啊 将近超过四分之一嘛 那我们实际上面在最近这两个交易日 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什么 6719的励志 励志也在我们的资料上面嘛 这两个交易日基本上啦 再加上前面偷偷小涨的那一段 也已经涨了20% 那我们的会员朋友呢 自己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6863的永道KY 那也是在这两个交易日上面 有更明显的表现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前面几天的节目 包含上礼拜的节目 一直告诉大家 那些涨多的股票 你就不要去硬追了嘛 那追了也不安心 那些在低档的股票 才是你必须要去留意的 像这个你怎么永道KY 在昨天在前天以前 他还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没什么动静哦 没什么动静 但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你要去留意的是那些 没有动静的股票 因为股价会轮动嘛 那既然会轮动的话 那是不是只要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他就有机会忽然点火 有没有机会忽然来一根涨停板 有嘛 我们就看到了永道KY 今天不就攻上涨停锁死吗 所以呢 我们来去跟大盘做比较 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大盘上涨多少 0.3% 而我们选出来的是40档股票 平均报酬率是7.4% 很显然这个已经是在统计上面 有显著的差异了嘛 那既然是显著的差异代表什么 代表选股的逻辑一定是对的 如果我们的选股逻辑是错的 或者是我们就是随便乱选 正常来讲我们的股价表现 应该要跟大盘是一样的 因为你是随机的嘛 当今天在统计上面出现了 显著的不同呢 代表里面一定有某些因素 来让这样子的结果产生了显著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现阶段的选股逻辑 刚刚好跟市场不谋而合 那么这样子的逻辑 我们认为还会持续到5月份 我们还会继续的用下去 好不好 所以同志们有在现阶段各股轮动的过程里面 还是要去好好的注意自己 到底哪些观察清单里面的股票 有机会会发动的 那么我们认为这些行情都还是能够操作 那么6719的励志 有没有我们在上个礼拜送出的资料里面 它大概股价在315块钱附近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到今天 昨天一度差一点涨停板 今天工上涨停板虽然没有锁住 可是在短短的两个假日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你说买315块钱 买320好了 我们就买320 到今天股价来到了364块钱 就算只买一张也是赚个4万多 5万 对于现阶段的行情交易来讲 也算是不无小补 所以我们认为很多其实在低档的股票 在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看不起 或者是觉得不太在意 但是麻烦大家在现在这种 行情各股轮动的结构上面 还是要把这些 你以前不太在意的股票挖出来 重新检视一下 看看他们的基本面 以及他们的产业 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 如果他们是出现好的变化 而股价又还没开始发动 这个时候呢 这档股票可能在未来 就有非常大的表现空间 再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来 联发科 我们在2月3号的时候 我们2月初的时候 对于行情的看法 真的还是蛮保守的啦 2月3号线上讲座 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高通不好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高通不好 联发科到底要怎么好 当时联发科的股价是750块钱 到了2月6号的时候 我们上电视台嘛 精灵天下的这个节目 我们也直接讲了 高通要跟什么联发科打价格战 我们也说了 联发科的谷底是一记研一记 当然市场的乐观预期 那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但我们就观察产业的 这样子的状况来讲的话 状况就是不好嘛 然后到了什么时候 3月底 哇塞 那一天联发科公布要发股力 发76块钱 76块的股力 当天股价直接一度攻到 差点涨停板 然后那天电视台就问我说 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联发科 你是不是看好联发科的后事 我说没有 没有 没有看好 什么看好 我直律律这种东西是什么 左手换右手的概念 我们提醒同志朋友 你小心可能赚了股息 赔了价差 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必须要一直去传递一些 在市场上面正确的观念 有些投资朋友在股市里面 可能已经待了10年 待了20年 可是还是有一些 似是而非的想法 好像是股力要越高越好 但是我们在 这个3月1号的电视节目上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股力不是越高越好 至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3月1号的节目 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上面的话 我们也提到联发科发了这么高的鼓励 但重点是要填息 那实际上面我们回归到了 它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状况就是不好 状况就是不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2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看到高通不好 联发科也会不好 因为当时我们就已经发现到了 联发科在台积电的投片量 早就已经在掉了 2月初的时候就知道了 那你说股价什么时候裂开 昨天裂开 4月中的时候 这样子的利空新闻才正式发酵 那你说在这一段 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说殖利率涨上去啊 或者是前面这一段 高档盘整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你可以找华力转升 你要华力转升 殖利率它终究只是一个题材 你发的鼓励再多 你也没有办法让你的晶片卖的比较多嘛 这些话我们是不是前面都有告诉过大家 那有人会说 没关系啊 我就等到股价开始出现转弱的时候 我在卖就好了 转弱什么时候 昨天一天直接跌半根跌停板 然后呢 股价直接回到了低档的位置 这个闪的掉吗 那闪不掉嘛 到今天联发科是不是还在跌 联发科到今天已经跌破700块钱了 所以其实我们观察的产业的状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 而且我们在之前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联发科的 它的投片量 它的开发进度 它面对到的竞争 这些讲法都被印证是对的 那我不太确定投资朋友喜欢什么东西啦 看到联发科因为 职利率的题材往上涨了一根涨停板 你期待听到什么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联发科站站站 联发科基本面没有问题 这是大家想要听到的吗 还是大家其实想要听到的是什么 我们真的去做了产业的实地访查 我们去访问了在产业里面的从业人员 得到这些资讯 然后来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后面这一个啦 就是我们要讲的是真话嘛 所以我们没有因为股价往上涨 我们就说它好 那实际上面股价就算今天在往下跌 你说来到这个位置上面 它有没有被高估的疑虑 我们认为仍然有被高估的疑虑 可是呢 我们不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去追空 为什么 市场的情绪时间 那个时间不对 它真正有危机的应该是在2到3月份这一段啦 那实际上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我们真的有去做好产业研究 好啦 就算我们不去做空这档股票 我们也不会去做多嘛 所以产业研究有没有它的重要性 有它的重要性 因为当你了解了整个产业的状况 以及它的基本面以后 至少你在方向上面 你就不会选错边 那至于操作上面的话 你的停损停地要怎么设定 这就是交易的逻辑 跟我们的研究是两码之势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些研究还是非常重要啦 我们还是必须要做好功课 认认真真的在股市脚踏实地 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 所谓的趋级避凶 那么再来呢 今天我们手上的 勇到KY 涨停板 这档股票对于大家来讲很陌生 因为它也才刚上市不久 那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这档股票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有去做功课 做功课要做什么 我们要把别人没在看的东西拿来看啊 勇到KY 大家不要觉得 它是什么阿利不达的股票 勇到KY 它是RFID 无线射频标签的龙头厂 它是全球的龙头之一 那大家会说什么叫做RFID的 无线识别标签 大家有没有去UNIQLO买过衣服 现在UNIQLO很先进 你把衣服放到那个篮子里面 它在结账的时候 不用一件一件拿出来刷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没有一件一件拿出来刷了 它是把整个篮子放到一个铁片上面 一个感应片上面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感应说你买了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透过RFID 它的实际应用的案例了 好但无论如何 这一档股票在前一阵子 我们是在191.5附近买进的 那今天股价工上涨停板来到了220块钱 那实际上面也是大概是上礼拜的事情 当时191.5 你如果把它拿去日K来看的话 它大概就是一个波段的相对低点 我们也告诉过大家 要趁着震荡来布局嘛 你不要去追那种已经喷出去的股票 那个交易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能买低档 能抱得比较安心 而我们当然是选这种股票来做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了RFID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它的CAG 您复合成长率 都是维持比较高的 能代表这间公司这个产业 它的基本面是比较稳健的 我们真的要去操作的话 当然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嘛 因为股价还没有表现 还在低档 所以我们实际上面 带会员朋友的操作 以及我们在节目上面分享的观点 都是相当一致的 都是相当一致的 我们不会说 我们要买低档 或者是我们要干嘛干嘛之类的 结果我们实际上面的操作 都是追那些什么雷虎 然后什么宝胜光学 都在天上飞的股票 那种股票买了以后 我们真的也是买的 不是那么的安心 我们在带会员朋友的操作 最大的原则 当然是衷心的希望 能够帮投资朋友赚到钱 那我们不能让投资朋友冒太多的风险 我们有一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带会员朋友买的股票 我们自己也敢买 当然我们自己不能买 只是我们在这个心态上面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如果自己不敢做的事情 我们怎么能够叫会员朋友去做呢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资讯 分享给投资朋友呢 所以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做好研究 股价终究会反映它应该要有的价值 另外呢我们在上礼拜还布局了哪一张股票 6806森微能源 森微能源呢大家去看的话 在上个礼拜有资金流入 所以呢股价开始发动了 那最近很多股票呢 可能涨个一天涨个两天以后 他们会在高档盘整一段时间 我们就在趁着这个盘整震动的阶段 我们就在107元附近 去做切入去做买进 那么到今天这两个交易日 其实森微能源的表现也都是相当不错 为什么会去买它 因为我们知道它在Q2的时候 工程营收任劣的速度会加快 所以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去透过研究 你必须要真的有去实地的去看过 这些公司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以及去研究他们财报里面 有没有哪些地方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有没有哪些端倪 当我们今天功课做的够多 它不代表我们百分之百会获利 可是至少长期来看的话 它能让你做出更多正确的决策 那错误的角色怎么办 当然要改嘛 我们就去做调整嘛 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对 当今天我们发现这个看法 不对了 需要调整了 我们就第一时间来去做修正 所以这些股票我们认为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上方应该还有一些空间 但大家不要自己去乱买好不好 这个操作上面是 需要非常细腻的观察 那如果你盘中没有办法 去及时的观察这些股价的话 那我们还是从一些比较低廊的股票 去做挑选 这样子的风险才会比较低一点 那么最后的话 我们在昨天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3419的华韵 我们说了 它在昨天是在干嘛 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里面 虽然昨天有试着想要往上攻击 想要往上突破区间 可是什么 没有成功 那么退守完回来 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股价 逆势的往上涨 才刚刚突破区间 这张股票呢 我认为就是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还会来帮大家找出 还在低档的股票 还在低档的产业 虽然这些产业是越来越少 像是什么PMIC 你立志业已经喷出去了 但是还真的有一些产业 仍然是没有发动的 而这些产业里面又有哪些概念股 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这些资讯我们会分享在我们的群书里面 上面是我们的LIN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都欢迎大家加入 里面的资讯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团队也会来持续帮大家追踪最新的财经资讯 还有继续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么在最后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你的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